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杨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谈声优们如何对抗i公司 声优们如何对抗i公司 声优Pon Lineage提速 i公司Lovo 指控该公司在未经他们允许的情况下 使用他们的声音来创建和销售i生成的版本 这场诉讼标志著创意人士 对i技术滥用的法律反击 潮流越来越强烈 接下来我们讨论声伪技术对选举完整性的威胁 一个播客节目深入探讨了声伪技术在政治领域的影响 以及各国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选举中面临的挑战 专家们强调了民主化i监管器使用的重要性 最后我们来看看OpenEye与Reddit的新合作 这项合作将使OpenEye的ChatGPT能够访问Reddit的实时数据 同时Reddit用户和管理员将获得新的II功能 这部交易标志著i技术与社交媒体平台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CNN报道配音演员Paul Lerman在2020年接受了一份 他认为是一次性提供配音样本的工作 然而几年后他在YouTube视频和播客中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尽管他从未录制过这些内容 现在Lerman和另一位配音演员Linny S.A.正在起诉爱公司Lovo 指控该公司以虚假借口委托他们进行配音项目 实际上是为了创建和销售他们声音的爱声成版本 Lovo公司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 宣传企业爱声成的语音技术用于市场营销 教育和产品演示 Lerman和C正在寻求集体诉讼地位 以包括其他声音或身份被盗用的人 根据周四在纽约南区法院提交的诉状 这两位配音演员指控Lovo未经授权使用他们的声音 布城服务盗窃和侵阵 Lerman表示他在2020年5月通过Fiverr网站 收到了一份配音叙述服务的请求 被方声称这些配音样本只用于学术研究 不会用于其他用途 两年后Lerman在YouTube上发现了一段 听起来像是他声音的叙述视频 最后在2023年6月 他在一段关于i技术危险的播客中 再次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CJ在2019年通过Fiverr 接到了一份制作广播广告测试脚本的工作 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 Lovo投资者演示视频中 两位配音演员指控 Lovo员工在Fiverr上误导他们 并利用他们的声音生成了i版本 进行销售或融资 他们正在寻求超过500万美元的赔偿 并要求法院下令禁止Lovo 继续使用他们的声音 半岛电视台报道 深度伪造技术正逐渐渗透到政治领域 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试图应对这一现象 本期节目将探讨深度伪造技术 对2024年当前和即将到来的选举的影响 以及如何在民主化的背景下进行监管 主持人Miriam Francois 邀请了Polymer Solutions 创始人David Rissinger 当记者兼Mosley Human Media Seolori Segal律师 和数字权力基金会创始人 Nahed Da 作为嘉宾 共同探讨这一问题 深度伪造技术 能够制造出看似真实的虚假视频和音频 可能会对选举的公正性和完整性构成严重威胁 嘉宾们讨论了技术的进步 如何使得这些伪造内容更难以被识别 同时也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包括加强法律法规 提高公众意识以及开发技术手段 来检测和防止深度伪造内容的传播 被视警察做等备 OpenAI和Reddit达成为一项协议 将把社交媒体平台Reddit的内容引入XGPTT Reddit的股价在周五开盘前上涨了超过10% Reddit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 I协议将使OpenAI能够访问其数据应用编程接口 Pi提供来自平台的实时 结构化和独特内容 Reddit称呼和版主 已将获得新的人工智能驱动功能 OpenAI将成为Reddit的广告合作伙伴 Reddit联合创始人兼CEO Steve Huffman表示 将Reddit纳入XGPTT 其符合他们对互联互通的信念 帮助人们找到更多他们所寻找的内容 并帮助新受众找到Reddit社区 Reddit表示 这项协议与其他内容安排一致 不改变其数据 Pi条款或开发者条款 其通过Reddit数据 Pi访问的内容未经平台批准 不得用于商业目的 OpenAI首席运营官 BradBlightia表示 他们很高兴与Reddit合作 必用独特的及时和相关信息 增强着GPT进探索 用AI驱动功能 丰富Reddit体验的可能性 Reddit在3月首次亮相华尔街 投资者在其开始交易后的几秒钟内 将公司价值推高至接近90亿美元 Reddit中有庞大的受众 用户经常访问该服务讨论各种话题 从搞笑的表情包 到存在主意的担忧 以及从志同道合的人那里获取建议 OpenAI以欧赛猫们作为早期投资者 积累了Reddit的股份 使它成为公司最大的股东之一 《兰华早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周五访问中国的哈尔滨 推动俄罗斯远东地区 与中国加强贸易和基础设施合作 这是其向东转战略的一部分 旨在抵消来自西方的经济压力 普京在哈尔滨的俄中博览会开幕式上 呼吁中国投资者进一步开发俄罗斯远东地区 该地区资源丰富 毗邻中国东北的老工业基地 普京还在演讲中强调了升级边境设施 以促进两国跨境贸易的重要性 并表示中国企业可以在俄罗斯本地化生产 俄罗斯将提供经济激励和支持 普京还参观了哈尔滨的东正教教堂和纪念碑 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发表演讲 呼吁两国加强教育和技术合作 此外 此外 普京还提到 中俄将找到办法阻止美国制裁威胁 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两国已经增加了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 同样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批准了28亿港元3.64亿美元的资金 梦渝设立一个专注于半导体研发的中心 以应对不断升级的美中技术战争 这个中心将设在元朗的创新园 并将设有两条第三代半导体的试点生产线 被初创企业和中小型公司提供试域型的机会 立法会财务委员会还批准了100亿港元 用于新工业化加速计划 I计划将为每个项目提供最多2亿港元的资金支持 必法会议员田贝陈警告 地缘政治可能影响设备进口 尤其是光刻设备 这对芯片制造过程至关重要 抗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试炼生产线不会使用光刻设备 并强调必须迅速启动这一计划 被举措旨在将香港打造成微电子研发的区域领导者 并吸引50至100家企业在5年内进驻香港 兰华早报还报道 上海周五发布了一份白名单 以加快在其自贸区内运营的公司 进行跨境数据传输 包括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 这对于吸引和留住更多国际业务具有重要意义 这份白名单涵盖64个类别 允许涉及智能互联汽车公开募股基金和生物制药的企业 在不需获得监管批准的情况下进行数据传输 类举措是上海在实施跨境数据流动的三层信息体系后的具体措施 旨在解决特斯拉等跨国公司在数据流动方面的痛点 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将受益于这一政策 能够更方便地将中国内地的用户数据传输到国外 用于训练其自动驾驶算法 上海的这一举措预计将推动数据产业的发展 当2025年 临港芯片区的国际数据经济产业园 将成为超过100家领先数据公司的家园 产值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138亿美元 《环球邮报》报道 安大省省省长道格福特呼吁联邦政府停止批准 安全供应都区新 并对现有站点进行正式审查 在致总理贾斯廷·特鲁多的信中 福特感谢联邦政府最近在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取消毒品飞行最化的决定 并表示沃泰华现在应该要求省级支持在安大省设立 安全供应站点 这些站点由加拿大卫生部批准 医疗专业人员在此提供处方药物 作为非法毒品供应的更安全替代品 福特在信中指出 由于加拿大卫生部的孤立审批流程 安大省对这些联邦批准的站点的运营地点 和分发的受控和非法物质数量完全不知情 他呼吁联邦政府立即停止批准新站点 并对现有站点进行正式审查 福列甸哥伦比亚省的人口仅为安大省的三分之一 但涉及阿片类药物的死亡人数却是安大省的三倍 美联社报道 英国监管机构周五表示 他们不需要对微软与法国人工智能公司Mistro的合作进行竞争调查 微软今年早些时候宣布与这家备受瞩目的法国初创公司合作 此举可能会减少软件巨头对ChairGPT制造商OpenEye的依赖 以供应下一波聊天机器人和其他生成市场管理局CM在简短的更新中表示 这一合作不符合英国合并规则下的调查资格 CM此前表示 他们在决定是否进行深入的反垄断调查之前 正在寻求相关第三方的意见 通过决定不调查该交易 CM确认了Mistro和微软之间的合作结构 并没有赋予微软足够的权力或影响力 监管机构仍在调查微软从另一家初创公司Inflexion i招聘关键员工的情况 以及亚马逊对总部位于旧金山的Anthropic公司40亿美元的投资 《环球邮报》报道 BMO首席投资策略师布莱恩·贝尔斯基 在提高其对2024年Speed TSX综合指数的预测后 认为市场情绪和修正趋势已经触底并开始改善 贝尔斯基将其Speed TSX价格目标从23 500点提高到24500点 尽管这是一个小幅4%的增加 但反映了多种迹象表明 情绪和修正趋势已经触底并开始改善 会将成为年中估值扩展的关键推动力 它没有提高2024年的每股收益目标 因为修正趋势的触底更可能支持2025年的每股收益 总体而言与2023年大三类板块表现不佳的情况不同 今年企业SX的三大板块中有两个表现出色 高盛的简报新闻指出 电力可能是另一个通过i普及获利的方式 高盛研究估计到2030年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将增长160% 目前全球数据中心消耗一副2%的总电力 但到本世纪末这一比例可能上升到三副4% 但美国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将从2022年的3%增加到2030年的8% 它将需要美国公用事业公司投资约500亿美元 以支持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 MSNBC的文章详细报道了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一项裁决 该裁决涉及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和一些极右翼公司利益之间的争议 尽管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支持原告 最高法院最终还是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了CFPB的资金结构 立决定由保守派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撰写 显示出即使是最保守的法官也认为上诉法院的决定荒谬 然而裁决并非全体一致 塞摩尔·阿利托法官是少数反对者之一 这提醒了人们他多么激进 更令人关注的是 纽约时报报道了阿利托家中悬挂导致国旗的事件 这面旗帜与国会骚乱者所用的旗帜相同 阿利托解释说 这是他妻子为了回应邻居的侮辱性标语而短暂悬挂的 但专家认为这违反了司法门理 可能损害公众对法院的信任 BBC的文章对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电影《大都市》 进行了严厉批评 科波耗资1.2亿美元的科幻电影 设定在一个复古未来的平行线时中 纽约被称为新罗马统治阶级 有罗马名字和发型 有时还穿着长袍 然而影天中还混杂了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的元素 如礼貌、报纸和老实相机 尽管电影的设定和剧情显得杂乱无章 科波拉的野心和创作激情依然令人敬佩 电影中的角色和情节显得脱节 特效和背景也显得廉价和业余 尽管如此 科波拉的这部作品仍有可能吸引一些 对艺术尝试感兴趣的观众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部电影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困惑和不耐烦 《环球邮报》的文章报道了 美国基金General Atlantic和加拿大养老基金 GPP还必准备以30亿欧元收购西班牙最大的在线房地产公司 Idealist 瑞典私募股权基金ETUT自2020年起控制了Idealist 现已聘请摩根士丹利银行出售其股份 Idealist成立于2000年 业务遍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 主要通过订阅费为房地产经纪人提供广告服务 还提供在线广告、抵押、贷款经济和数据分析服务 此次交易将使Idealist的估值达到25亿欧元 GNOLA Atlantic PPIB合一 居其亲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Idealist的发言人也拒绝发表评论 腾伯社报导位于太平洋的法属新卡里多尼亚 因选举投票规则变更引发暴动 拉里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赋予地方官员广泛权利来禁止大型公共集会 并强制居民待在家中 这场动乱已造成五人死亡 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不愿见到的局面 因为他正面临来自极右势力的挑战 新卡里多尼亚是法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战略领地 拥有丰富的孽资源 抗议者反对法案认为这会削弱 当地土著卡纳客人的权利 计划社区之间的旧有矛盾 法国政府提议在法案成为法律前 进行新一轮谈判 马克龙政府已派遣数百名额外的安全人员 并暂时禁止中国拥有的社交媒体TikTok 开计划与保险公司讨论赔偿示意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玛尼公开指责阿塞拜疆煽动抗议 称其总统阿里耶夫长期批评法国 剥夺新卡里多尼亚人民的独立权 《环球邮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中国哈尔滨期间 强调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并赞扬中俄双边贸易的增长 普京在中俄博览会上强调两国在新技术 共同开发方面的合作 并表示俄中伙伴关系有助于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 普京在访华第二天向哈尔滨的苏联士兵纪念杯献花 感谢中国提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建议 中俄双方重申了他们在2022年签署的无限伙伴关系 并批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联盟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国来抵消西方制裁的影响 两国贸易额去年达到2400亿美元 欧洲领导人曾敦促中国要求俄罗斯结束入侵 单价认为中俄关系在双方与欧洲和美国关系紧张的时刻 具有战略意义 《独立报》报道 年仅31岁的Jesmar创始人本弗朗西斯 领导驻英国年轻企业家的新一代百万富翁 弗朗西斯在19岁时与朋友刘易斯摩根创立了Jesmar汤时 他还在必胜客送披萨 由于对合成材料不满 他开始用超柔软的面料制作自己的运动服 并招聘影响者穿住他的产品来推动销售 尽管最近几年的利润增长放缓 但销售额仍在上升并开始关注实体店业务 弗朗西斯在今年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富豪棒上排名第230 第230 并在40岁以下最富有棒单上排名第5 其他上榜的年轻富豪包括学徒节目参赛者和名人 如哈里斯泰尔斯 自治百乱富翁亚历克斯 洛文以2亿英镑的财富排名第14 而詹姆斯·阿斯奎斯 则凭借他的Holiday索瓦公司排名第15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b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微协论 优优意 管 。